女人躺在床上大喊大叫 正遭受着非人的痛处 疼痛感时地翻来覆去 将床单染得血红 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过后 一个婴儿诞生了 女人见状并没有多少喜悦 脑海中却是诞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她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剪刀 缓缓抬起 这一刻 明闪的灯光都照不亮她阴暗的面容 游泳池内 衣着暴露的男女们嬉笑个不停 有的甚至已经按捺不住亲日起来 这些草草的声音在家里的脑海里 被逐渐放大 她与常人有着隔隔不住的感觉 在更衣时 家里脱下浴巾 冲洗着身体 突然看到一团血迹在手掌上出现 她顿时惊恐地向众人呼叫求救 手上的血沾染到其他同学的衣服上 遭到了他们的嫌弃 众人纷纷拿卫生巾砸上她 笑她无知 更有甚者 还拿出手机录像 记录下她这一刻的糗胎 一直到老师的出现 他们才停止了嘲讽的声音 老师抱住她 先使她冷静 后把她带到办公室 给她科普了一下月经的指使 看样子 这是家里第一次来月经 消防决定联络她的妈妈 但家里的模样显得异常抗拒 刚有一丝恐惧在其中 她的情绪产生了较大的起伏 而房间中的饮水机 也正在这时突然破碎 这似乎遇是家里体内 蕴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力量 家里的妈妈终究还是来到学校 将家里带回了家 回到家以后的家里 心里忐忑不安 她的妈妈信奉一种神明 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母女二人的对话 始终不在一个频道 母亲最终将家里 关进了她所布置的祷告室 这里漆黑一片 还有各种怪异的雕像 让家里恐惧不已 她情绪激动 不停拍打门板 恳求母亲放她出去 可是门外的母亲 始终不为所动 抵着门板 一心让她忏悔 家里由悲转犯 忽然咒骂上帝 竟是用声音在门板上 撕立了一道缝隙 母女二人都在各自为之震惊 另一边的苏 在和男友办事的过程中 显得心不在焉 事后男友向她问名原有 苏回答说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她那天也在更衣室 向家里扔去过卫生巾 所以她现在内心感到愧疚 在男友的一番安慰下 苏终究还是释怀 坏学生黑妹 在学校总是以欺负家里为了 她这次既然将她 在更衣室内拍到的视频 发布到了网上 只要回到学校后的家里 遭到了所有人的歧视 家里心中产生了愤恨 她对着卫生间的镜子 生出怒火 竟然将镜面给震碎 她感到吃惊的同时 对自己的认知也变得更加深刻 能够用意念操控物体 这便是家里与生俱来的能力 深夜 母亲拿起一把水果刀 向楼上女儿的房间冲去 在房间里 女儿正坐在床上 用她的特异功能 操控着书本和床 让她们漂浮起来 这时候 母亲也敲响了她的房门 但等打开房门一看 家里已经安静地睡下 原来是听到了楼上的动静 母亲怕家里有什么意外 提刀上楼 意在保护 学校内 出于内心中对家里的愧疚 苏希望自己的男友汤米 能够带家里参加校园组织的毕业舞会 汤米照她的意思做了 在学校找到家里 邀请她当自己的舞伴 可是家里一直以来性格孤僻 怕自己又被人捉弄 因而逃跑 她独自一人躲在更衣室哭泣 学校同学的嘲讽和欺负 是她每天面对的日常 她不敢相信她会被邀请到舞会 可能心中还存有感动 老师这时候出现在她身边 对她进行安抚 细心劝导 让她重拾了信心 在汤米又一次的邀请中 她答应下来 为了舞会 家里特意去买了做裙子的布料 精心准备 但她也因此比平常时间更晚回家 遭到了母亲的斥责 而且在说出她要去参加舞会的事情后 母亲又想让她去禁闭式祷告 于是 家里这次反抗得很坚决 说什么也要去参加舞会 母亲无法阻止 拥有特异功能的她 被她关进了祷告室 舞会前夕 大家都在着手准备 男生们穿西装打领带 女生们涂口红着礼服 以最佳的姿态出现在舞会上 从未见识过这一切的家里 觉得是那么的美好 她受汤米邀请 来到舞台上像大家一样 开心的跳舞 只是她第一次以正常人的身份 与大家接触 没有遭到嘲讽 她开心极了 连约定好的回家时间都可以打破 可是高兴的她 并没有考虑到被关进祷告室的母亲 其实她应该知道 她的母亲是一个极端的神明信奉者 血淋淋的手指 从祷告室里渐渐伸了出来 所有的美好 似乎都在随着这个现象的发生而终结 那帮经常捉弄家里的学生 偷偷摸摸地出现在舞会上 他们早已准备好了一切 就准备让家里在舞会上出尽丑胎 在和汤米携手站上舞台 获得王子和王后称号的那一刻 黑妹等人拉下了绳索 一盆鲜血兜头向家里浇灌下来 使她粉色的礼服染成了一片血红 家里浑身染满了鲜血 站在毕业舞会的舞台上 舞会迎评中 同时也播放出 她当初在歌艺室中的球胎 悲剧并没有就此停止 正好砸在了汤米的头部 让她一头栽倒在地 横尸当场 这血淋淋的一幕 终于彻底激发了家里内心中 隐藏多年的愤怒 她一身血红站在舞台中央 散发出所有的能量 将整个舞会会上的人群先飞 这也不是她第一次使用 这股特殊的力量 但尚未有过一次 如同现在这般剧烈 这是一场爆炸 家里彻底失控了 她操控了眼下所能看到的一切 向众人发起攻击 此时此刻 她果真就像是母亲口中 曾经所说的女巫 屠露着众生的生命 不再抱有怜悯 更像一只活在人间的恶魔 舞会场地一团狼藉 电线成为锁命的绳索 大火顺着华丽的漫步 熊熊燃烧 是这场晚会盛宴 成为一片人间炼狱 感受着纵情的释放 家里来到大街上 看到了那个 以捉弄她为乐的罪魁祸首 此时 他们正开车逃离现场 家里控制着大地 使地面崩裂 阻拦了黑妹的前进 调转车头 黑妹居然想让男友撞死家里 男友对黑妹言听计从 油门踩到最底 一路冲锋 但就在抵达家里跟前不足一米时 他们的车辆被强行震止 男友比利受反冲击力冲撞 当场死亡 黑妹一时模糊 呼唤着男友的名字 可迎接她的 却是家里的迫害 黑妹也在没多久之后 步了男友的后尘 杀了他们 家里的意识逐渐清醒 他害怕地返回了家中 寻找母亲的身影 那个曾经令他最恐惧的家 此时 竟然成了他现在唯一的避风港 他呼喊着母亲的名字 回到家后却发现 母亲已经从祷告室里逃了出来 四处找不到人的他 只能先去浴室 将自己身上的血痕清洗干净 再次看到这些血气 家里的意识清醒了不少 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不已 等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之后 他的母亲也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他赶紧投入母亲的怀抱 寻求到一丝安慰 这一次 母亲让他祷告 他没有拒绝 母女二人跪在地面 真诚地向神祷告 可是就在这时 母亲居然拿出了水果刀 狠狠地向家里后背刺去 家里吃了痛 用超能力将二人震开 他从楼梯一层层地滚落下楼 而母亲则手持水果刀 从楼上踩着一阶阶楼梯向他靠近 他知道母亲要干嘛 他苦苦哀求母亲不要杀自己 这个忠诚的神明信奉者 原本在家里一出生时居然杀了他 可是一时间的心软 让他放下了手中的剪刀 而今他恐怕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了 就在掏一刀取了家里性命的时候 家里的潜意识疯狂挣扎 将他震飞 并在他身上插满了力气 家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他自身也因此而信仰崩塌 震碎了自家的住宅 选择与母亲一同离去 被废墟掩埋 多年以后 苏带着虔诚之心 去家里坟前祭拜 那一天 他做了一个噩梦 在梦中 一只血淋淋的手臂抓住了他 醒来之后他才发现 这只是一场梦 可是腹中突如其来的剧痛 让他感觉这一切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也许是家里的怨念在作祟 又或许是他自己的心理作用 总之 曾经欺负过家里的人 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